我刚刚讲的,所以1到8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要入错 再来修改聚集的要点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请你加上注解 如果不加注解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不加注解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是有加注解的,感觉就是怎么样 好像看得懂了,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突然我看懂程式了 其实并不是,你是看懂注解吧 如果你没有加注解,你怎么知道后面 但是你要慢慢习惯,就是录制聚集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 可以帮助你学习VBA程式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你录制录制久了之后,你慢慢发现 对很多东西,如果你VBA那个程式不会写 你可以先用录制之后再来修改 也是一个方案之一 第二个是说,再来做什么呢 可能程式还要最小化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第二个要点 加上注解之后,第二个 刚刚那个剧集里面最重要就是改这个 那个emorgan这个地方 改的方法,因为我怕你们做错 所以我把这个图给截图了 所以其实它的架构是第一个 把wiz到wiz通通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当然你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哪个范围点selector selector就是一个动词,动作 那边我选了,那你会发现它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名词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selection 再来做select 再selection 其实太怎么样 有点好像有两行 我觉得可以让它更精简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用这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range 这个范围直接怎么样呢 不要select也不要selection 就是emorgan就好了 中间加个点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叙述的话 它会更简洁一行就全部搞定了 那只要不要改错 我想应该就OK 这个是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就是 城市的最小化 删除不要的城市 哪些可以删掉呢 我这边有个范例 比如说填满资料 它的写法好像本来是什么呢 一样是 d2.select 然后selection.autofill 因为我刚刚讲过嘛 select selection 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把这一个有没有 把它加到后面 把select跟selection去掉 OK 另外的话 最后会有一个什么 哪个范围 它填满之后又选起来 多余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砍掉 所以本来可能 里面的话有2467 这边可能有 可能它有三行 有三倍的行数 所以七行这边可能要写的话 会写成21行 那实际上改完之后 其实只要七行就好了 OK 最后的话呢 利用善用什么 善用F8 租行执行 我刚刚有租行执行 如果你有错误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它 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呢 再去做修改 修改的方法的话 就是直接可以再直接就是针对你要部分 就可以做程式的修改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大概改完的成果完成的画面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直接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做实施练习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在开发人员里面 试一下 如果你担心说跑太快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组航 通讯差 两个 应该是这一个 那你按执行的话呢 会跑很快 所以你按编辑 编辑之后按F8 配合F8 它会第一个动作先插入 第二个一样 然后底下这个都OK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就很快的就帮你把 这个结果给跑完了 不过这个好像有错误 如果出错的话 你就可以再去找那个 如果你要找那个错误的话 一样编辑部分 比如说哪个地方出错 你可以再针对错误的那个地方 可以再把它这个第二 第二填满 所以这个地方错应该出在这里 有没有 我这个城市 到这边好像这边没有填满 所以怎么办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改这个地方 它是第二到第四嘛 可是应该到第六嘛 所以这边应该可以再把它改个六 那可是问题来了 城市已经跑到这边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让它重新跑呢 其实可以 前面有个箭头 有没有 可以往上拉 这个是很绝的一招 这个很多城市 书本里面不会告诉你有这个功能 那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以前跟他相处 我已经跟他相处超过三十年了 所以他里面有什么 我大概应该都知道了 而且这个城市可以倒过来跑的 大概也只有Visual Studio 这种开发环境 其他如果你开发其他西加加好像就没办法这样跑 OK 所以按F8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OK了 所以如果错的话怎么办 特别注意 如果你发生错误 这个箭头是可以让你拉回去重跑的 OK 所以如果错了 你可以修改完 拉回去重改 就不用重新再去写了 这一招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的实用 可以让你帮助你成为那个以后城市设计的高手 OK 然后下一个D5 如果D5 这个D5好像这个不对 这个应该是D7了 所以这个也不对 所以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位置好像我这边都没有对应 所以D7 到D9 所以这边可能位置都跑掉了 那这可能我要再看一下 其他的话呢 就让他不对 好像这一行是多余的 如果确认一下的话 大家再重跑一下 就是 不过好像又这个地方 没有执行 如果没有执行的话 那我们就12行这个地方 D12 D12向下再往下填满 应该填满到D17 所以这边把17的地方改一下 让他倒测一下 反正就是里面资料不能是空的 D10 应该是11 这个应该是11 然后从11到那个 假设这边 资新 OK就OK了 那底下的话应该没问题 再插入一栏 然后改名 再把它怎么样 把它再加入公式 那公式之后的话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至于就是说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加框线 可以 你可以录制一个框线补在下面去就好了 录完补在下面 这样就会更完美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把这个录制完的结果 你就存档 存档名称也许就是叫通讯产品 另存新档叫通讯产品刮壶 你叫做聚集好了 你就另存新档 然后把这个档案绞交 那档案的名称记得就是说 把它改成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然后并且把那个名称改成叫做 刮壶里面原始档改成聚集 改成聚集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这一题讲完 把它做完大概就OK了 我们就利用这个范例 做那个录制聚集 并且修改 然后把它做出穿 那这一题就OK了